這不是顏色是什麼 這不是藍綠是什麼 這就證明了到今天 民進黨政府的防疫 還是政治防疫 民進黨還是全面的在防堵他的政治敵人 而且是自己人 他並沒有把敵人當作是病毒 他並沒有把病毒當作是敵人 為什麼換不到疫苗 你們的心中只有選票 只有藍綠 只有選舉 你們有人民嗎 這兩天我們在朝野協商 最主要的就是 防疫紓困條例要展延時間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國民黨清楚的三大訴求 第一個 當然還是重中之重 就是全民苦苦等待 現在還不聞樓梯響的疫苗 雖然莫德納疫苗第一批 已經到了台灣 已經馬上就要到台灣 但是其實只有非常少數的15萬劑 杯水車薪 實在是沒有辦法 就燃眉之極 現在 對疫苗的採購 蔡政府的說法仍舊天天都在變 而且我們還是看不到 譬如說 美國政府 似乎 他的態度 他的態度是像 AIT 麗英傑 所講的 在短期之內 我們是沒有辦法 得到美國政府 任何 實質的援助 在疫苗的購買上面 莫德納疫苗似乎也不會有 太大的突破跟進展 在這樣的情形 底下 蔡政府 究竟要怎麼樣 才能夠在 最短的 時間之內 讓全民可以免費的施打疫苗 國民黨長期以來的訴求就是希望全民可以免費施打疫苗 當有一定的覆蓋率之後 台灣就不會再受疫情的威脅 所以現在已經 馬上就5月底了 我們希望 在6月之間 就要讓全民看到 足以 提供全民施打的疫苗 開始 在最短的時間裡頭陸陸續續的 來到台灣 而不是像現在 從過去到現在 超過半年的時間 我們已經聽到蔡政府 開了太多空投支票 太多芭樂票 每次開完就跳票 從4000多萬劑到2000萬劑 到現在又說3000萬劑 可是通通都是空中樓閣 通通 都沒有一個 具體的可以讓我們期待的數字 尤其這中間 是高度的由 本土疫苗灌水 但是 本土疫苗沒有通過三期試驗 我們講過很多次 是不是打了也白打 拿國人的生命安全健康當白老鼠 這是一個最不負責任的做法 所以 第一個 我們要求 再度的要求 一定要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讓全民足以覆蓋率的疫苗 來到台灣 但是就在這個時刻 我們看到 新一批的AZ疫苗也已經抵達台灣 莫德納疫苗很快的要抵達台灣 但是在疫苗的分配上面卻出現了 一樣的有顏色大小眼 全國人口數最高 全國確診人數最高的新北市 卻 比台北市甚至比高雄市 分配到的疫苗都還要少 三歲小孩都看得出來 這不是顏色是什麼 這不是藍綠是什麼 這就證明了到今天 民進黨政府的防疫 還是政治防疫 民進黨還是全面的在防堵他的政治敵人 而且是自己人 他並沒有把敵人當作是病毒 他並沒有把病毒當作是敵人 這讓我們非常的遺憾也非常的憤怒 所有新北市第一線的 醫護人員 警察人員 消防人員 他們都每天冒著生命危險在高危險區的熱區 辛苦的進行防疫的工作 為什麼疫苗來了以後 在人口數上 在確診比例上 都遙遙不及的新北市 卻 獨厚高雄 高雄得到了中央最大的關愛 最大的照顧 這麼不公平 面對藍營執政的縣市 都是怒目相向 都先假設他們 是 是敵人 不管是從早期的彰化線 到離島的金門線 事實上都證明這些縣長提出來的防疫要求都是正確的 都比我們的指揮中心超前 但是他們換來的是什麼樣的態度 而今天 在辛苦防疫的過程當中 侯友宜市長哪一次 不都是全面的體恤中央 幫中央緩夾 希望中央地方一條心 侯市長還不夠 謙卑嗎 侯市長還不夠配合陳時中嗎 為什麼換不到疫苗 你們的心中只有選票 只有藍綠 只有選舉 你們有人名嗎 新北市的人口是全台灣最高的 新北市的確診數是全台灣最高的 到今天每天的篩檢 新北確診的人數還是一直居高不下 來到疫苗的分配 充分說明了指揮中心對新北的態度 你叫新北市民情何以堪 你讓新北市府所有 在第一線防疫的人心都涼了 在這邊 我們嚴正的要求指揮中心立即矯正你錯誤的心態 放下你藍綠的 偏見 這種不合理的分配 不要再睜眼說瞎話 不要再想欺騙全台灣人民 陳時中部長 請你給所有新北市民一個合理的交代 另外 我們這兩天在朝野協商 馬上 疫情來勢洶洶 百業蕭條 百工百業苦不開年 我們希望政府不能夠再像過去一年這麼的沒有效率 用這麼 冬長沒有效率的官僚作業 讓老百姓沒有辦法得到即時雨 水都淹到這裡啦 還要等你 中央 的公文 中央的流程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再活下去了 所以國民黨要求 立即普發現金 排富之後 發現金最快 美國這麼大 隨便一個州都比台灣大 土地這麼的廣過 每一州的規定都不一樣 人家也沒有里長 美國也沒有身份證 為什麼人家可以普發現金 台灣沒有辦法做得到呢 台灣為什麼什麼都比人家落後 台灣為什麼什麼都比人家不方便 我很羨慕美國 在路邊便利商店 就可以三種疫苗隨你選 輝瑞疫苗莫德納疫苗 還有江森江森 台灣呢什麼都沒有 最後 就像所有的專家 醫護人員 甚至於國外的朋友 現在全世界不是只有善效台灣而已啦 也有很多人給台灣很誠懇的建言 陳部長你要聽下去 你不喜歡聽台灣人的建議 那你可不可以聽聽外國人的建議 聽聽英國美國他們的防疫 的經驗 都告訴你 要全面的普篩 我們現在不普篩其實說穿的就是量能不足 就是因為陳時風部長一直抗拒 所以我們要求全國要廣篩 只有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把病毒找出來 我們才有辦法 不讓病毒再繼續的蔓延下去 結果呢 做這個下載App 根本沒有人要使用 宣傳的叛天 居然 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頭還被媒體披露 密室 鎖定 萬華民眾 把所有的手機的足跡 全部進行監控 沒有法院 沒有司法單位 沒有法院的授權 今天的防疫中心已經變成太上皇 已經變成極權國家 完全不顧 人民的隱私權 就這樣給萬華民眾貼上標籤 扣上帽子 私下監控 毫不通知 也沒有事先得到任何的允許 只有極權的政府可以防疫嗎 陳時中 讓你用民主尊重人權的方法 讓你用現代科技的方法 你就不會做了嗎 還有 這個也是我們 疾管局的網站 有沒有看到這一個高峰 有沒有看到這一個高峰 所以其實 在疾管局的網站上面 我們的5月17號是破千 是破千確診 還好我們的林憶華委員馬上截圖下來 被發現之後抓包之後 疾管局現在又校正回歸了 有哪個數字我們可以相信 有哪個保證 曾經兌現 通通都沒有 壞掉的時鐘 一天還會准兩次 我們陳時中部長沒有一次准過 叫百姓怎麼辦 monit時 subscribers 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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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華 洪浪 妳 � 有 不